看什么看 我看你啊 不像是灰姑娘 倒像是灰姑娘的后妈 什么灰姑娘 你别跟我来那小丫头 过家家画饼冲击的一套 来点实际的 一说真格的 你还挺急 我是想来看看你们中国 有没有那个实力 是是是 前期的调查工作呢 我都已经做完了 我给您汇报一下啊 你看 欧阳 男 目前在某对外贸易公司工作 职位呢是执行首席 接你这一单我可不亏 还有细看 刺激 挺刺激的 你就别憋着了吧 想说就说呗 我跟她 没什么好说的 你养着久别重逢 但一点都不像 席日的令人相遇 想到身上啊 你欠人再也没还呢 是债 情债 怎么回事啊 我之前没跟你说实话 说我骗了她 但我没想到她那么傻 也等等了我十年 什么意思啊 如果要形容我们两个人 当时崩开的惨状的话 只能有两个自己 抗业 两败俊伤啊 要俯乐儿子还得搞定老娘 你别跟那土匪说黑话似的行不行啊 从现在开始啊 你就要开始进入状态了 什么状态 成功人士啊 商界女强人 你看你这不开窍呢 总之一个字 装 什么意思啊 你看啊 你现在呢 去接见那个苏女士 参加那个下午茶 只是接近欧阳的第一步 当然了你现在身份 就不能够是超市先回去的课长了 那我什么身份啊 你是他们小区新来的女邻居啊 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请自来的 参加她的茶话会啊 可我还得有工作的身份啊 那万一人家问我了 我怎么回答呀 对啊 只有你的工作身份和欧阳的工作身份 无限接近了 才能够创造机会制造话题啊 不行不行不行 怎么了 这工作搞得太高大上了 我怕我应酬不了 也是啊 对你这种不会装的 那个初级选手来说 这一上来就是一个总裁级别的人物 确实有点难为你啊 对啊 你到时候漏洞百出 我不是自投罗网吗 也是也是 你让我想想啊 有了 你就说你是那个 VP VP是什么呀 首总裁副总裁 简称VP 副的我也不行 我就会超市那金黄 做什么的 CSO 销售总监 对 你这卖猪肉的也算是销售的一种啊 手段说白了也 也差不多吧 好 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CSO 销售总监 我 嗯 CSO 销售总监 你们看我像吗 真不像 没事 我早有准备 这都什么呀 这个啊都是我跟别人借的啊 世界顶级的这些服装 还有这个包 俗话说啊 人靠衣服马靠鞍 把这衣服换上以后 你立马就有感觉了 能行吗 行不行了先换上 你看看呀 来来来 那女厕所在那边 来 换上换上 然后我就想着多赚点钱 有了钱我就可以和安婉结婚了 我有一个哥们的女朋友叫小陶 他们家开了一家油漆厂 然后就叫我们都去干活 我呢吃不了苦 也闻不了油漆味 那时候觉得开大车挺神奇的 我就借钱去考了个驾照 然后给他们家拉货 后来我就有了自己的运输队 然后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 这不就变成今天那样了 那不挺好的吗 你都有了钱了 为什么还可以安婉干啥 后来小陶他们家的厂子要扩大 要搬到南方去 他就过来找我说 他喜欢的不是我那哥们儿 喜欢的是我 说如果我能跟他一起走的话 他就把他们家所有的运输那一块 都交给我来做 当时我为了生意 为了钱 我就跟他走了 我搞了半天 父亲爱是你啊 是你抛弃安婉的 我本来就是想赚点钱 我回来就能跟安婉结婚了 临走的时候我还去找安婉说 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 不管多长时间 你等着我 我一定回来娶你 最后一等就是十年 没想到 计划没有变化快 最后还是为了钱 为了生意 我跟小陶结婚了 你太过分了 我也会你是条有情有义的汉子 没想到你死乱中气 那人等了你十年耶 你就是中间要忍受多少白眼 多少风言风语 你倒好啊 那老婆孩子热炕头 彻底把人给忘了 我没有把他给忘了 我中间还找人给他 捎个话 什么话 说我啊 好运输的时候 出车或死了 老师 我 身服了你耶 你为了抛弃人家 连这种诅咒自己的话 你都说得出来耶 那不是为了让他死心吗 谁知道他那么实在 我都死了 他还等我十年啊 你这样能真情真意 哪像你 老心被狗吃 为了几个破钱放弃真爱 刚才他打你的时候 我就不应该拦着 让他打死你 为民出害 别说啊 我现在也知道了 我就是有多少钱 也换不来真感情 你几十年都白活了 活到现在才活不明白 我告诉你了 你跟他人的情况比较复杂 既约用身 千万不能超级过激 我从去帮你想几个方案 算了 凭什么呀 我说抛弃人家就抛弃人家 说和好就和好 我想啊 现在对他最好的方式 就是离他远远的 让他彻底把我忘了 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有首歌怎么唱来着 有一种爱 叫做放手 好 原来 答案你们钱一分不少 下午我让他们一会儿给你们打过去 你们这单 就算结束了 我知道 你开心生意 就算了 怎么样 像你们说的CSOVP吗 像UFOET 屁股 好笑吗 不是因为 我都是按着你说的来的 你说有钱人都这么穿 怎么到我就变味儿了呢 我看到有点像 像吗 像菜市场卖猪刀的那赵姐会 像一相亲的党吧 你们就是一窝穷光蛋 见过最有钱的 就是街对面包子铺的 杨州掌柜了吧 还只会我当老板 你挤的谁呢 我告诉你 我们见过的有钱人可多的是 只是不好意思麻烦人家 丁武 打电话 把咱们外长指导给叫过来 叫谁啊 赵毅啊 老谢的司机 我估计啊 咱们这几个里头 也就是他见过的 有钱人最多了 人能来吗 老谢不是说了吗 让咱们差遣 这正是他的用武之地啊 有道理 龙小洱 呻吻 温世间情愿 算了 把戏都给勤务了 不行 哪儿不行啊 哪儿都不行 真正的有钱人 最讨厌就是把巨大的logo 都落在外面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的 那都是爆发货 有品位的有钱人 讲究的是低调奢华有内涵 英伟 我说什么来着 见过猪跑 就用咱们出猪肉味来啊 就你这品位 到头来把我捣成乡村名媛范了 你又来了 不跟你说要稳重吗 少说话 为什么不让他说话 他损人有瘾 拿几大的人当饭吃 听他说话呀 太影响安定团结了 友好邻邦都让他商货得打起来 那你更得让他说了 他现在扮演的是一个公司的精英啊 是有档次的有钱人 不能够展现独副的本质啊 要稳重啊 收敛 知道了 他说的真没错 你真没接触过有钱人 怎么的呢 现在的有钱人都特别苛刻 看什么都不顺眼 稍有一点不合心意的 他必须说出来 你想 人家都那么有钱 那么有地位吗 他能憋得住吗 好像也是啊 所以啊 你要让他表现得过于冰冰有礼 那就不像个女强人了 终于碰到董涵的了 这回我彻底地轻松了 过来 帮我添衣服 穿哪个 穿哪件啊 试试这套 你还没说啊 反正有那么点意思了啊 现在有钱人讲究的舒适 是面料舒适彩剪合体 颜色千万不能花烧 简洁大方才是关键 对了 配饰也很重要 有品味的人 非常注重细节的点资 行吗 太好了 那我去试试 好 诚意 我现在就聘请你 当我们这次活动的 现场指导 一会儿等他把衣服穿完以后 你也开着老卸车 带他出去转一个 让他该见识的见识见识 找一找那种有钱人的感觉 费用找我来报销 好 保证伺误好我的新老板 那个 钱少了点花 好 这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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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当有钱人有什么好的 从头发烧到脚指甲 都被别人摸了一遍 也不害我排斥反应 对了 一会儿到前面的商场 你给我停下车 因为嘱咐我要买一些 西洋参啊燕窝什么的 给苏女士 给苏女士送燕窝 对啊 因为说第一次登门拜访 要送一些贵重的礼物 你别听他的 不过你的确是应该准备一份手里 这是登门拜访必不可少的 同时也能彰显出你的生活态度和品乐 那我不更应该送一些贵重的吗 显得我 不有钱 不不 现在的有钱金跟以前可大不一样了 他们注重对健康生活的原始追求 天然的自然的才是最喜欢的 天然和自然 听着怎么那么像我们超市每天早上 卖青菜的广告啊 对啊 五公块的新鲜蔬菜和水果 我反而觉得这是第一次登门拜访最好的地方 而且特别容易带来亲近感 拉近距离 那就太简单了 我们超市是港农超对接的 我认识很多农户 我们可以直接到他们的蔬菜大棚 果园基地直接去采摘 真的啊 当然了 保证新鲜 无公害 那太好了 明天早晨我去接你 咱们一起深入田间地头 开着大奔去农村 有点意思 上车 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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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前节服 dist ר银 有点五门 有点 请不及 亲专的 她说 闲撫 网子 你们 不是 霸 Loki 让我 保证 ote 你别哭了 再哭你一会儿 把我们都给淹了 你这儿闹什么腰呢 宝宝 你是不是又失恋了呀 去哪儿 我还没练上呢 那你在这儿鬼功劳豪的 什么苦情歌啊 我还不就一个下午 听得太多坎坷勤勿的往事 是你憋得慌啊 我必须得慌 我必须释放释放 是不是那老谢和安然啊 本来以为啊 是酒别冲锋喜极乐器 谁知道是条苦痛的情侦 咱能不能说点人话啊 这老谢呢 当年富人安然 安然恨他恨得牙都要咬碎了 别说是旧行富来了 他要是有把火呢 肯定就直接把老谢给烧了 等啊 那这单不是又吹了吗 没吹没吹 那老谢确实有钱 五万块一分不差的 已经回到我们竹梦的奖上了 真的啊 那咱只能吹入一下这个 吹入什么呀 连老谢还没有终成眷属呢 反正这一单是完成了 钱也收到了 不枉费我苦啪啪的费劲心血 值了 值什么呀 你这脑子里头啊 就想着钱 有了钱你就踏实了是吗 当然啊 要不然啊 你们这些没有受过感情毒害的小朋友啊 根本就不懂 没有爱哪儿来的恨呢 安然 那是心里头还有老谢 对老谢有感情 他怨他恨他的 如果他觉得老谢只是过瘾燕云 还犯得着对他咬牙切齿嘛 说得还有点道理 你是哪头的 因为说得有道理真 我跟你说啊 听着听着 老谢当初一走了之 对于安然来说啊 就像是一脚踩空了似的 触手不及啊 所以他这么多年来 心里就一直不踏实啊 老谢欠安然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什么 圆满 圆满 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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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这一单呢 也算是圆满完成了 对吧 没完没完啊 萌一萌 我跟你说 只有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们才到头啊 才能体现出我们的价值来 老谢这事啊 你们要不管我管 我不要钱 我亦不管 不是 别追别追 跟钱挂不去 毛病 快点 我们唱完了 好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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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疼了 疼了一下 都疼得红了 疼了呀 不 用这个 这个 疼不疼 还好 都红了 我 我 我去刷牙了 哎 哎 哎 萌一萌 等一下 那个 那个 老谢的事 咱们得帮她 这单已经完成了 是 我 你 你 你喜欢我一个人吗 废话 我当然 我说的那个喜欢 不是追星 也不是闹着玩 更不是玩暧昧 是真真正正的 用心去喜欢云一人 非他不可的那种 如果啊 你真的喜欢这样一个人 你就会发现 即使这个人再不好 再让你伤心 再犯错误 你依然放不下他 当下你也许会生气啊 也会 会诅咒发誌地说 我再也不会喜欢他了 可是过了一阵子 你会觉得 很甜蜜 你会微笑 你明白吗 老谢 放不下安然 安然你放不下老谢 我们得帮他嘛 那你呢 你有过吗 我 我相信你的剪辑 会微笑 好 我困了 我先睡了啊 晚安 我感谢王欣 曾经给过我美好的回忆 老谢的事情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一个人 你就会发现 即使这个人再不好 再让你伤心 再犯错误 你依然放不下他 当下你也许会生气啊 也会诅咒发誌地说 我再也不会喜欢他了 可是过了一阵子 你会觉得 很甜蜜 你会微笑 你明白吗 人家是伤害你 你还觉得甜蜜 这不是犯贱吗 我感谢王欣 曾经给过我美好的回忆 他不会还没有忘记王欣吧 他有没有忘记王欣 管我什么事啊 我怎么可能 干什么啊 没有花了 就拿这个凑合去吧 拿着 曾经沧海南北水 除去乌山母 不是女 许是花从岚回顾 半圆修到半圆君 我不会真的喜欢上她了吗 我不会了 一定是两天太累都没睡觉 所以闪上完绝了 我得睡觉吧 好 睡睡觉 什么意思啊 请你吃早餐 什么 不是献殷勤肯定有问题 不吃 爱吃不吃 你这一脸便秘的样子 几个意思啊 赶紧说 别把自己给憋坏了 你才便秘 无聊 不说 那我走了啊 等等 我昨天晚上真真地想了一下 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老谢压然这单不许就这么算了 放心啊 我会继续跟进你 这就对了 如此可教 你这发型是被弄乱了 快点吃 不吃了 时间来不及了 谢谢你早餐啊 你那大包里装的什么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咱不是要到天里野催吧 想得美 这里面的东西可不是给你的 还卖起关子吧 走吧 我觉得子津现在在交流方面的进步 还是很大的 现在不仅能够 在生活方面很好地照顾自己 并且呢 能够很流畅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也觉得我进步挺大的 但是 就是在感情交流上 还是不得章法 还是没办法跟赵磊交流啊 这个月她好像挺忙的 我们就见过一次 反正 反正每次跟她一说话 我就特别地紧张 本来是想调节气氛 结果就变得更尴尬了 别着急 慢慢来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找到和她相处的办法 丁武 那你的状况和之前相比 有所改善了吗 我还是老样子 都是我不好 没能很好的帮助丁武 不赖你 其实子津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你看至少我们在交流上 还是没有障碍的 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子津啊 你要多想办法帮武丁武 克服他的心理障碍 他能对你敞开心扉 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 这也就证明他内心是十分信任和依赖你的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看到二位的进步 也希望你们日后能够互相帮助 早日战胜自己的心理问题 好吧 好不好 好 来 住了 我上次啊看你写那字啊 就跟猪拱的一样愁 我这次给你带了字贴 你好好练一练 来 走好了 我 我做作业次次都是五分 这分数吧只管对和错 他可不管你写的字美观不美观 住了 不许顶撞罗阿姨 你看罗阿姨每次来不是给你带好吃的 就是给你买好的玩具 还快谢谢罗姨 快去 你不好好谢谢我 我这小汽车 可就要送别人喽 谢谢罗姨 给 下次呢我可是要检查 看你字有没有进步 知道吗 知道了 去玩吧 小屁孩 来 别走远啊 吃饭吧 来 早点回来 张大爷 您上次不是说这药酒特好用吗 我又给您带了两瓶 罗姑娘啊 难得你老惦记着我 谢谢了啊 您总在田里干活 这药啊时间久了肯定受不了 这膏药您经常贴着 肯定管用 好 好 你看 一次次的老麻烦您 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 您可别不好意思啊 您可别不好意思 我一会儿可是要到您田里去摘菜 您老肯定会心疼 不可能 别人摘我心疼 你来摘啊 我绝对不心疼 随便摘 随便摘 真的 真的 那我可就不客气喽 我们就不客气了 没问题 一块去 多摘点 多摘点 走吧 好 哪儿去啊 摘菜去了 就你穿这身啊 对啊 你穿这身哪像干活的样啊 人家看见 还以为你来相亲来了呢 不过说实话 你是不是想一见双江 在这儿娶一个黄花大闺女回去啊 这还真不太好说呀 看把你美了 我这么穿习惯了 今天姐姐我就好好地把你改造一下 怎么改造 你看 这一身才像在田里间干活的样子嘛 开玩笑呢 我和郑宗是农民的儿子 我发现你还有不刻薄不毒舌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刻薄毒舌了呀 是你们一天到晚让我看不顺眼 我是好幸好意指点你们一下 免得让你们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我哪里都错了 这个错误吧分轻和重 你是属于最轻的那一种 所以没有意识 走 姐姐带你劳动改造 怎么改造 到田里摘东西了啊 慢点 你一会儿回住孟朗吗 对啊 我跟你一块儿吧 你要去找英雯和萌萌 对啊 今天老师不是鼓励我了吗 我就想主动点 多制造一些机会跟赵磊接触一下 我想找他们给我出出主意 可是他们都不在公司 因为要到明治区上班 萌一萌呢 最近在帮着一个大款寻找初恋呢 找初恋 不是你们公司还有这种业务啊 还不是萌一萌自己出的搜主意 结果给自己难坏了 为什么 两个人一见面就打 根本没有初恋那种甜蜜的感觉 怎么回事啊 因为说这叫孽寨 那因为他主意那么多 他没出出点子呀 出了呀 本来呢他说要给两个人制造 都在一起的机会 叫重走初恋回忆录 寻找美好的感觉 对了 怎么了 重走回忆录 唤起美好恋爱感觉 也可以用在你跟赵磊身上啊 可以吗 当然了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回忆的路线 然后呢让你跟赵磊 按照这个路线重新再走一次 说不定 你们就能就行复燃呢 可是 我都不记得我们都去过了 做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了 没关系 你慢慢想 你瞧瞧啊 你们有没有经常去的地方 那你印象上 那我给你拿到 Het呢 所以我更有提供的路线 到他们已经有称赛的路线 对我来讲 这个路线 我可以走了 至少了 你赵磊是怎么 Dependent的路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你跟赵磊谈恋爱的时候 喜欢来这儿啊 是啊 他那会儿经常带我跟我爸来听京剧 我爸是京剧票友了 还带着你爸 那哪儿是谈恋爱呢 那不是讨好岳父大人吗 还有没有什么 更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吗 比如说 他在哪儿向你求婚的 他没向我求过婚 赵磊跟我表白的时候 我就特别不知所措 就跟我爸妈讲了 他们坚决反对我跟赵磊在一起 主要是对他不放心 觉得他不能很好地照顾我 这份担心很重 后来赵磊就在他们的身上 狠花心思 直到最后 老梁可终于同意了 我们俩也就顺理成章地 领证结婚了 所以呢 这就是你和赵磊之间最大的问题 恋爱缺失你 你们属于先结婚后也没恋爱成型的 还没体验过恋爱的感觉 婚姻呢 自然会迅速地走向消亡 我觉得你说得对 那我该怎么办 你们应该把 恋爱的时候应该做的事 重新做一遍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 恋爱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呀 你都不知道 我就更不知道了呀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不会咱可以学呀 有那么多的教学录像呢 教学录像 来 来 这就是你说的教学录像 对啊 你看 全都是韩剧 这个韩国电视联系剧呢 内容都差不多 总的来说就是三个字 谈恋爱 你像我们这种没谈过恋爱的 或者是不会谈恋爱的 就跟他学呗 光看电视剧能行吗 能行 我这儿欢乐的呀 悲伤的呀 痛苦的呀 甜蜜的呀 他这儿都有 跟他招包画好的 行 那就试试 好 选刚 试不试 没事儿 拿得动吧 拿得好 我来 嗯 累死我了 他们有钱人真难伺候 你喜欢欧阳 是因为他有钱吗 是因为他有钱吗 但是他有钱 当然不是了 那是因为是吗 我也不知道 原来 原来 还真可以这么感动 这 这大个恋爱 也 也太牛心了 那这大个恋爱 不 喂 谁啊 喂 依偉 我 我 我 你 你快来吧 你 你快来救救我 罗小林呢 怎么了 我不敢进去 我腿软站不稳了都 你快来吧 你一不来我害怕 我还以为怎么着了呢 你别老瞎炸火啊 吓我一跳 别紧张 深呼吸 不行啊 你快来吧 你拿出你平时挤着我们那个镜头就行了 我还是害怕 我现在上班呢 我哪儿离得开啊 行行行行 那关键时刻你可千万别掉链子啊 我这就搬救兵去拯救你 等着啊 这就是个恋爱 吓成这个样子 平时那点耀武扬威的劲儿跑哪儿去了 老谢啊 我因为啊 我有个事想麻烦你啊 因我都打电话跟你们说了吧 已经说过了让他去吧 我是全力支持你们中国网的 好 你记得啊 一定要让娄晓人忍静 让他知道我们都是他警场的后盾 好 加油 去吧 快去吧 加油 黑 客气 如果他去了真能帮上那个女孩的话 我也算是做了一些好非非的 对了 因为跟我说给我换了个司机 他人呢 不是我 那你车呢 电驴啊 尝尝我们这个茶 我特地让人从台湾带过来的 是吗 不错 欧阳回来了 一定是欧阳回来了 小米 我去开门吧 这个欧阳啊 难得回家一趟 你们先坐着啊 先坐着 来了 来啦 你们是 您 您好 我是新班 经厅 没关系 你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